Hello呀,帮你们解答脱单疑惑的处儿出现啦 今天和大兄弟们来聊一聊怎么和女生聊天的问题 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难题 可是为什么很多大兄弟都聊不好呢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耐心 和女生聊天需要保持平常心 很多大兄弟都会想 我该怎么聊啊,他才会喜欢我呀 指望说一句话就能让女生爱上你 这个问题真的是有一点奇怪 想让女生喜欢上你是一个系统工程 你需要做好你的展示面 还需要保持耐心,不猴急的心态 聊天只是一个维系你们关系热度的一种途径而已 现在和大兄弟们来聊一聊如何跟女生聊天 第一个,选择合适的时机 如果女生发了朋友圈,正在外面吃喝玩乐 这个时候就别聊了 因为她的回复是断断续续的 聊起来很费劲,还不如不聊 如果想和她互动,那在朋友圈评论一下就够了 如果女生刚分手,最好也别主动安慰 你去安慰,因为这个时候处处都是坑 你说她前男友如何如何不好吧 也许她心里还没放下 对前男友还有感情,她会跟你翻脸 如果你说她前男友如何如何好 分手了可惜 那你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你到底是帮自己说话,还是帮她前男友说话呢 如果她主动找你,你也不用去聊她的旧感情 跟她聊别的轻松的话题 她主动聊,那你就告诉她 你没有兴趣聊她的和前男友的事情 如果你想聊,就有别人了 如果你和女生聊天,她回复很慢 而且很封闭 悉字如今,比如嗯,好的,是啊 那你就应该失去一点,早点扯 因为她没有和你聊的兴致 你硬撩的话,女生会很烦躁的 第二个,怎么开场 如果你们还不熟,就话题开场 比如求助她一点问题 或者是分享一些她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如果你看到她发朋友圈说去哪里玩了 你就可以问她一些你挺好奇的问题 比如,她去了北京,你就可以问她 北京这个季节有雾霾吗 如果她说没有 那你就可以让她发一张北京的天空给你欣赏一下 第三个就是聊什么 先了解她是什么类型的人 如果女生经常朋友圈分享美食 那你就可以跟她聊吃的 比如,你吃了一顿不错的餐馆 给她发一个图,再补一句 这家牛排不错诶 或者,你正在吃夜宵的时候 深夜放肚,给她发个图片,补一句 一定喝了吧,给你看眼,解解馋 加一个坏笑的表情 如果女生喜欢看美剧或者是动漫 那你就可以先恶补一些剧集 然后跟她切磋切磋 很多美剧都挺有内涵的 有些美剧或者是动漫啊 都是某一个平台独播的 你可以问问她有没有会员呀 如果一个女生不怎么发朋友圈 就比较困难一点 只能通过有限的信息中去寻找话题 比如,她是在医院工作 那你就可以请教她身体某个部位发炎了 应该去买什么消炎药呀 如果是银行工作的 你可以问她 银行里面那些买保险和理财产品 到底靠不靠谱 聊天的话题是慢慢增多的 一开始还不熟 生活交集少 可以不用天天联系 你们慢慢的共同话题多起来了 每次聊天 她能够积极的回应 你就可以保持天天联系 大部分人都不是高富帅 不可能让女人一见钟情 慢慢变得熟悉的过程 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更多 一定要耐心 很多男生啊 往往不是不够好 而是把女人吓跑了 而是因为太猴挤 让女人觉得不舒服才吓跑人家的 第四点 聊天互动的方式 男人和女人的思维完全不一样 男性思维的目标思维 总想着解决问题 女性思维比较感性 互动的时候往往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而是分享自己的状态和当前的感受 聊天的时候啊 别急着表达你有多强大多能干 而是表现出细腻感性的一面 比如她说 她加班很累 哎 你可别对她说教啊 告诉她思想很丰满 现实很残酷 要好好努力 才能过好日子屁话 当女人表达烦恼和感受的时候 你当然要安慰了 但是安慰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缓解她的情绪 到底怎么解决问题 她自己也知道 你要做的就是表达你对她这件事情的感受 就比如 我也不喜欢加班啊 我的上司也很可恶 每次都是快要下班的时候叫我们开会 每次开会心里都有几万字的羊驼在狂奔 如果你说的比她惨 她会想 哎呦 你比我还惨 那我心里好受多了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 就算没有她惨 她也能够找到一个能够感同身受的人 可以产生情绪共鸣 觉得你善解人意 理解她的处境和委屈 女生倾诉的时候 帮女生疏导情绪 这个就是一个互相拉近心理距离的机会 不过如果女生只是跟你分享难过的事情 而不分享开心愉快的事情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了 她可能是把你当作情绪垃圾桶了 还有一个方法呢 可以建立好感 那就是表达欣赏 表达对她的欣赏 也是分享感受的方式 表达欣赏呢 尽量不要描述那些明眼人都知道的事情 比如她长得很漂亮 你去说她很漂亮 她最多就是说声谢谢 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如果你赞美她一些不细心很难发现的优点 比如说穿搭的细节 气质内涵独立艺术品位 她付出努力才产生的结果等等 会显得你很细心而且很特别 不像其他的屌丝备态一样 只用下半身思考指定了她的长相和身材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学习如何吸女生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往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